海巡人員12點多在岸邊巡邏時 發現台中港外海大約500公尺處 有隻海豚 目前該船試圖靠近白海豚 在海面上載幅載成的 是一隻屏皮海豚 已經明顯死亡 商請漁民協助 先把牠拖往無期漁港 中華鯨豚協會人員也來到現場 將海豚吊掛上貨車 運回台大獸醫系 釐清死因 這是一隻成年的海豚 伸長大約300公分 從去年春天開始 就陸續發生多起 貧逼海豚擱淺岸邊死亡的事件 研判是跟岸邊命食有關 大愛信萬台中綜合報導 阿楊